他是真正的寒门才子 他一岁丧父 两岁母亲改嫁 二十六岁苦毒重进士 五十一岁树边西北 五十五岁变法失败被贬 六十四岁病逝在调任的路上 他就是范仲淹 在他死后 文政成为文官最尊贵的时候 范仲淹一岁的时候 父亲就去世了 为了生存第二年 母亲谢氏带着两岁的范仲淹 改嫁到朱家 范仲淹刚到入学年龄 母亲就给他找了家寄宿学校 李全寺 谢氏只能给儿子这么多了 人生的路得靠他自己走了 沉中木骨小范的学习尽头 比上班的和尚还敬业 苦毒失书的十五年里 李全寺的方丈都换了好几个 范仲淹还在埋头苦毒 范仲淹二十二岁的时候 来到应天书院求学 他每天早上起来熬点粥 凉透了切成四块 早晚各吃两块 救了几根咸菜 连凭老干妈都舍不得买 大冬天看书犯困了 哗哗的往脸上泼冷水 这个生活条件 连宝洁阿姨都自叹不如 范仲淹却一直不敢懈怠 苦毒五年 范仲淹终于考中进士 从此之后 大宋多了一位 杰出的文学家军事家 和一位幽国幽民的好官 有一年全国多地发生旱灾 江淮地区还爆发蝗虫 范仲淹申请开仓震灾 年轻的人宗却没当回事 范仲淹进宫找老板 看见人宗正端着碗块等着开饭 范仲淹问 陛下半天不吃饭 会有啥感觉 人宗答 饿呀 范仲淹说 你饿他们就不饿吗 人宗淹 对哦 于是开仓震灾 到了公元1040年 范仲淹51岁了 他又从刚正建言的文官 变成了对抗西夏的边将 有一次西夏的李元浩 打到攀元时 范仲淹带着六千人马 迫使敌军撤退 连西夏人都说 小范老子 腹中有数万家兵 西北边关的粗犷沙尘 磨不掉文人内心的细腻 范仲淹望着天空南飞的大雁 心中生起无尽的感伤 在下秋来风景意 横阳雁去 无留意 四面边生连脚起 前仗里 长烟落日 孤城壁 啄酒一杯家万里 奄然未乐 微无忌 枪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昧 将军白发 征服 上期说到 公元1040年 十年51岁的范仲淹 来到边关延州 从一名门官成了一名边将 范仲淹与韩旗的相互配合 加上西夏内部的问题 使得边关形势很快好转 西北战局稳定之后 大臣们联合举荐 范仲淹当了副宰相 当时的北宋内忧外患 于是范仲淹 总结了近30年的从政经验 提交 把手照调臣实施 明处至 一脚姓 经供举 则官长 军供田 后农丧 修武备 推恩信 重命令 简姚义 这些药房看得 仁宗两眼冒火 干 加班干 这就是 历史上有名的 庆历新政 结果庆历新政 才实施不到一年 权贵们的早餐 就缩减为八彩一堂 他们感觉没法活了 就雇水军抨击新政 很快 宋仁宗不再支持范仲淹 没有了皇帝的支持 新政 寥寥收场 公元1046年 范仲淹外放邓州 他创办花州书院 下班了就过去讲学 看着台下一双双 稚嫩的双眼 仿佛看到当年的自己 老友腾子经被贬八领 将岳阳楼改建为 五威级景区 范仲淹这辈子都没去过 却并不妨碍他写下 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尤其是这段文字 更是被千古传颂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举庙堂之高 则幽其民 处江湖之远 则幽其君 是进一游 退一游 然则何时而乐 其碧月 先天下之幽而幽 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公元1052年 朝廷通知范仲淹 去郢州上任 范仲淹强称着病体上路 走到徐州时 与世长辞 终年64岁 范仲淹去世后 没有留下什么遗产 一家人借助官屋里 躲避风雨 直到死讯传开后 朝野一片哀痛 尽管只活了64岁 范仲淹却谱写了自己 其军政教育文学书法 和慈善之大成 于一生的辉煌篇章 他无愧于他的嗜好文正 让我们在范仲淹的这首苏摩遮中 去体会这位三起三落的 寒门才子的辉煌一声 避云天黄夜地 秋色连波波上寒烟脆 山映斜阳天皆水 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暗香魂追吕丝 夜夜除飞 好梦留人睡 明月楼高修读椅 酒入愁肠 化作相思泪 达音 字幕 李宗盛